你的專家 哦沒有沒有沒有不敢不敢 也是在學習當中 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 對 好 大家好 我是仔細 簡單的說 因為剛好我跟我同伴的失落事件 都是失去我們的阿嬤 然後我說我的部分就是 我阿嬤12月去世嘛 所以失去了阿嬤 等於我失去了抱我阿嬤的機會 失去了教我阿嬤的機會 然後因為阿嬤是我非常重要的親人 然後因為失去阿嬤這件事情 在我這一次八月回馬西亞的時候 我非常積極的跟我媽媽 但幫我媽媽的生後事 我們一起去看了林衛 然後處理好保險的事情 然後包括他利益主的事情 我都幫我媽媽的處理 因為我的自己已經處理好了 然後我也去幫我媽媽 就是處理好這些事情 對 這是我獲得的部分 生前嗎 啊 對對對 生前 哦對對對 是生前 生前是 但是這是我從我阿嬤的事件 讓我有這樣子的積極 然後去幫我媽媽 處理這些生前事 這是收穫 這是收穫 對 好 來 再來一個 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 來這裡來這裡 我又不知道你是誰 是因為要送書 你去拿書嗎 對對對 各一本 兩套 彈型這樣 在哪裡 在外面坐上 好 然後 來了來了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那個本系碩士的學生這樣 哦 對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星雲 哦 星雲 對 然後 我失去了什麼 就是我剛 我之前也是大學也是這裡的護理系畢業 然後那時候就是帶了一個很大的憧憬 因為當時都是被老師洗腦 沒有老師也想要 對啊 就是從事最重症的工作 就彰顯護理師最大價值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台大加護病房 但是待了八個月就failure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跌落人生的低谷 就 尤其是那時候抱了很大 就是有很大的志向 要去做那樣的工作 對 所以就那時候就有點失去自己的價值 然後我當時還想要 透過這個經歷再去國外工作 所以也是失去了一個夢想 對 然後我覺得 我現在只有想到兩個 然後收穫之後 是 我知道有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後更高的薪水 然後更爽位子 就是還有就是 還有我的男友這樣子 然後 然後說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因為台大那邊 就是你要 時時 就是處在可能耳熱的狀態 然後就是很緊張 然後一直念書 然後一直追病人的病況變化 這樣 那我剛離職的時候 就是真的有點愣住不知道幹嘛 然後我發現我這樣終於可以慢下來 然後我就呆呆看著那個公車從我前面開過去 然後我也不會覺得說 我錯過了怎麼樣 就覺得哇 而且還好平靜 對 對 這是我的收穫 對 這樣 可以處變不驚 好 謝謝 謝謝兩位的分享 我中間如果還有空 也可以再玩一點遊戲 因為那個書很厚一本 而且一次送兩本 這是季老師還專程叫人家寄來這裡 我以為還沒寄到 結果現在趕快把他運來 因為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處理 不過一共二十套 季老師說放在櫃台那邊 你們要自己拿 我看會搶成一團吧 好沒關係 那今天我來講一講 為什麼要談意義 因為你看我好長期做自殺防治 其實自殺等到生命最後 都會有意義的困擾 甚至就直接跟你講人生沒有意義 他才會想要自己把這一生結束掉 他們怎麼下的了手 所以意義的探討很重要 當然他如果有直接跟你談意義 你就直接跟他談 而如果沒有談 也許我們也可以打開畫夾子 他怎麼看待自己的一生 其實自殺者的心理的狀況 都有類似各種比較低落的感覺 就比較負面的感覺 很困敦很困惑 很失落很孤單 很空虛自卑 還有無力感 甚至生了一個可能不會好的病等等 還有很消極 甚至得了憂鬱症 不過我坦白告訴各位 我長期雖然我都做校園 但是真的會走到自殺 甚至完成自殺的青少年 我覺得到最後都有 都是有疾病的困擾 幾乎十個有九個 第十個只是醫生還沒診斷 所以幾乎都有 所以一定要治療 因為憂鬱是一個疾病的時候要治療 要不然有時候他自己也很困擾 我怎麼會出現這個想法 而且有時候也沒什麼 真的有什麼明確的問題在困擾 但是他已經得了憂鬱症 就會自動思考 想要結束 因為他不快樂 我們臺灣最嚴重的自殺群體 其實就是長者 自從退休以後 我就下定決心要來做 不要做青少年 交還給教育部 那要來做老年人長者 那一半以上的老年人 其實他們大部分還是很快樂 但是比例不是很高 超過一半左右 還有都睡不著 睡不著也是很多老人家的問題 那睡不著其實就是心裡有事 或者他已經變成一種生活習慣 白天睡太多還是怎樣 這個都可以去調整 但是如果他不肯談 這個問題會很困擾他 還有大概有7%的老人 常常覺得心情很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不好 也覺得自己很孤單 那我剛剛也提到幾乎走到最後的人 精神狀況都是不太OK 你知道那個常態分配裡面 他不是有標準差嗎 那你看臺灣是每10萬人有16.5%好了 每10萬人16.5%當然算小眾 小眾就是在標準差裡面 標準差在所謂的正常不正常的分類的話 就是不正常 所以我們正常就是 你看我們今天起床就很開心 要來準備參加研討會 不會醒來就想我今天要結束掉自己 所以一旦他每天醒來都在想我要怎麼結束自己 就已經是不正常 所以當孩子跟你講或者老人跟你講說 我活得很不耐煩了 我會不會好像死掉 其實他已經慢慢走到那個天差行為去了 請大家要留意 雖然我們在理論上說跟他談意義 我覺得談意義未必救得了他 但是至少跟他談一下 但是怎麼談 因為我們都不太會談 好意義是什麼 今天聽了一整天 沒錯 有人做確定說個人對他生命的看法 還有對這一生的詮釋 我覺得這一生不錯 過得不錯 早上為什麼眼睛紅 主任說他在講那個本口的時候 因為他他在講講講 我就想到上個禮拜 我就接到私樂關懷協會 然後他們說明年的3月30號 3月30號有空來 我就哭給你看 他們說三個理事長 因為這一任就是佩儀主任 他接的理事長要卸任 他超開心的 他就說三個理事長 每人都做過六年 就回顧一下吧 然後叫我要回答 為什麼要成立那個協會 為什麼這一路走生死學 走到今天 哇要我回憶這二十四年 我就在想 還給我五十分鐘 我就在想我要講什麼 然後他在講講Franco的時候 哪有什麼一個目標在那裡 你就去走就去走就對了 我就是這樣嗎 我哪有說有一個目標說 陳醫生是誰 該花眼啊 見鬼了哪有 這是天命 天命啊 你哪知道你站在這裡有個天命 要往那裡走 對不對 所以我跟主任講 我說我不知道我要報告什麼 他說你去講故事就好了 我說我有好多故事可以講 他說你有講故事就好了 其實Franco在講意義之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在說我 你現在坐在這裡 你已經想好未來要做什麼了嗎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人 然後一切都照你想的這樣做嗎 我來北戶哪有想說我要蓋花園 我要成立一個生死所 從來沒有想過啊 沒有 然後就很奇怪 就會發生 所以我今天也要從Franco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 你對你這一生怎麼說 有個說法 怎麼詮釋 你生命的目的任務 你剛剛講的天命 也許我這一生的任務 就是要來跟白戶各各地 第一到我退休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以前都覺得退休好遙遠 怎麼一下子退了 而且也退了三年了 這三年真好嗎 而且我都跟人家開了笑 我的孫子們都知道阿嬤退休了 分分來報到 所以我覺得也很好去迎接他們吧 我也沒有去哪裡專任 光兩個 現在是兩個 忙得交投來 我的感冒本來很好耶 聲音很美妙 去照顧一天禮拜天去 他們全家都流感 然後我就覺得我會中標 然後趕快 沒有用 一天下來就中了 所以你看 這些 這些 你看我現在的任務就是當阿嬤 還有兩個協會 搞得我交投爛額 好像欠他們的 當志工還要捐錢 還要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有人把他界定的更清楚 說終極的重要性 在統觀所有的世界 所以我現在 其實3月30號我就可以回頭看 然後我怎麼詮釋我成立那個協會 然後實際的行動不是異象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耶 其實Franco一直強調 他雖然今天主任就講那三個 那個Freedom of Will 然後We are to meaning 還有 meaning of life 這三個其實主任詮釋得很好 你要先有那個Will 而且是很Freedom 你在這裡可能不會意識到說 我有這個Will 但是當你發生一個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就在考驗你的Will 當人家來問我說 你要不要去當研發長 我在想我能研發什麼 但是又覺得我在輔導中心15年了 可以換一下環境 研發很有挑戰 所以成立生死所是我到研發去 當研發長 你不要研發一個什麼東西啊 所以就那時候也剛好因緣集會 都參加生命教育 孫孝志那個團體 南華又成立生死學系 那我也覺得不錯啊 還有吳老師帶我們去美國看那個M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所謂的因緣具足 你就會其實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動力 你就會覺得可以成立 就混進去了 但是我後來覺得 如果老天也不讓你成立 你也會再出事 就很像某部長今天接了命令 然後明天就爬著山就心機梗塞 那個就表示老天也不要他做啦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 人家說彈死亡會死 我都彈了33年還沒死 當然不能開這種玩笑 所以說你愈刻意講 然後意你成正 所以不知道欸 我真的講了33年 我不騙各位喔 然後要有行動 你要去做 去做一直走一直走 要走那一條路路是走出來的 我已經想好 3月30號我的題目就叫 路是走出來的 你不走就沒有那條路 你坐在這邊說我要怎麼辦 然後都不動 你沒有行動 什麼也不會發生啊 所以要先發生 然後互互走 走到尾了 回頭看 喔原來老天也要我來做這件事 我是有任務的 類似這樣 然後當然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說 我不僅要走這條路 我最後要當總統 很具體 那一道光 我常說意義是一道光 很像走在隧道 你會看到洞口的光 那個光會指引你一直往那個光走 但是那個光是什麼不知道 所以意義之光會引導你走你的生涯 所以這個目標也許你很清楚說 那個光就是我要當總統 那個光就是我要成立生死所 不知道啊 我是從來沒有設定目標 我敢這麼講 包括我去輔導中心 也是被指派 我哪裡是學輔導 我都跟學生講 叫我去的第一天 我很好抱著社會學的書 因為我是來教社會學的 我還跟那三個主任講說 這本書有輔導兩個字 我就去 因為我教社會學 社會學這麼厚 兩個字就好 那個主任就有點尷尬說 啊 這樣啊 社會學就跟心理學很像啊 很接近啊 我說我們不是專攻心理學 我們心理學跟社會心理學 社會系馬 各兩學分都很雅 哪有說每一節課都有心理量的事 沒有 然後我也很焦慮 然後他就把組織圖攤開 那你挑 你要去哪裡 學務處 總務處 這幾條 我看來看去 好吧 我去學生輔導中心 就這樣走上輔導 還好跟我的個性也蠻合的 我覺得 所以你看這些 這些 至少要有前提條件 才會發生意義 就有人做研究說 什麼叫意義 第一個 要有目的要有目標 第二個 要產生結果效能 所以我們常常用結果 來看一個人的生命意義 所以如果你要跟個案談 你就扣緊這四個 你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你說我傻傻的走 走了一條路出來 你滿不滿意這個結果 我猜會自殺的人 大概都不滿意吧 那到底 就像我剛問你們的 你的失落是什麼 你除了不滿意 都沒有滿意的東西嗎 你都沒有收穫嗎 協助他去看收穫 一定有 好 我雖然生了一場病 去年我真的病厭厭 還暴瘦 主任我又胖回來 哇 真的是 所以我說那個中醫師救了我 我西醫看了 這樣四五個月 瘦了八公斤 我就覺得西醫救不了我 所以我才到處放風聲說 我要看中醫 他也沒看過 所以 怪鳥就出現了 帶我去看中醫 我是那種 我有問題我會講的人 我會求助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 叫人家要求助 自己要求助 然後 不管認識不認識 我都相信他會來幫我 所以 有效果 有目標 還有價值這東西 我覺得我這樣做 不管人家喜不喜歡 我就是很好 我喜歡 自我 價值 這些都是意義的內容 這是理論上的 但是意義治療裡面 也知道有跟三個人有關 一個Franco 一個Sergman 一個Powa 所以當你要跟人家談意義 你可以從這三個人抓他們的重點去談 所以要講歷史 這個講不完 還好今天整天都在談這個 那 Franco 就說意義 其實也不是治療 而是一個拯救 這個人的意義已經打結了 所以我們幫他把意義打開探討意義 而不一定的憂鬱症 所以當一個人對存在有感到挫折 空虛無意義感 或者存在虛無 覺得不快樂 人生很困惑 這些都可以跟他談意義 但是這些被Franco 被Franco 界定為疾病 所以Franco 跟Franco 其實是同時期的人 但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 解決的方案不一樣 一個把這種 這個現象走到疾病化去 隨便治療 所以現在要注意 因為我現在也當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的理事長 我發覺台灣都講心理健康都是疾病化的 然後現在都是醫療疾父什麼疾父 反正就是還是很疾病化 而不是純粹的心理健康 那Franco就很純粹 當他腦筋打結 我們幫他打開這個結 所以有終極的意義 有當下的意義 天天都在談這個 然後Franco就說 從工作 因為我們可能大半輩子在工作 從生活體驗 愛奉獻 這個不一定是工作 然後從受苦去找意義 所以這三個層面 你都可以跟他談他的體驗 他的工作經驗 他的受苦經驗 但是有的人的詮釋都很負面 我猜自殺的人都很負面 所以你要把他引到正向 正向心理學 就是教我們怎麼樣把一個很負向的人 引到正向的角度 看待同樣的事情 所以從這三個層面 所以Franco一直強調人的自由 有一致人的改變的可能性 完全在一個意義的追尋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 Franco用的方法 他用的方法其實就是 他的書就叫Searching 我早上看到有一本叫Funding 就是發現 一個Searching是尋找 其實兩個不太一樣 不過以後有機會再講 Franco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你去行動要走走到最後 你再回頭看 你會發現意義 所以是Searching 尋找或者發現 但是明白就不一樣 這個柯媽媽你看 他失去兒子然後他回頭看 他希望不要再有其他的孩子出車禍 所以柯媽媽在二十年前 就是那個第三人選 第三保險選 第三人的保險 就是從他來的 尼邁也是談意義 他就是主動去重建意義 他不是說要走完 然後回頭看要找意義 主動創造意義 就是說事情發生了 但是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有什麼意義 坐下來會談的時候 我們協助他去重整意義 這個要輔導技巧 所以另外 我有一陣子都找他來 因為他給我們的就是輔導技巧 尼邁就是比較一個好像已經存在的東西 你願意的話 協助他去發現那個意義 所以 尼邁用的方法 你看也是第一個要先說故事 第二個 請他自己詮釋 他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如果他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們也協助他去把他個人的核心價值去彰顯 原來他注重什麼 然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益處 我們剛剛玩的遊戲 我用的就是另外的 你要去找到這件事情的收獲是什麼 所以他也許一直跟你講 發生一件事情 家暴 離婚 怎樣 看起來都是負面的 然後等他講完 你可以問他 那你現在回頭看 看起來好像都很不好的 那你現在的收獲是什麼 上次我去大陸 就有一個 我上完自殺防治兩天的課 他跑來跟我講 他怎樣被捏帶從小怎樣 可是我看他現在精神超好的 講話淘淘不絕 然後我也沒有太多時間聽他講 我就抓著他 我說好 Stop 不要講了 我相信你現在絕對比過去更好 他就笑得好可愛喔 他長得很像那個卡通臉 我說你現在 我相信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 但是聽起來你都跟我講不好的 但是我相信你現在絕對是你 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 他就笑一下這樣看我 我說 所以你不要再一直糾結再過去 往前看繼續走 他就聽進去囉 所以 Franco跟Nima都教我們一些方法 要用喔 以前我都不太會用 我現在很會用 所以怎麼用都對啦 一定要一二三這樣 一定要一二三這樣 好 講Powang Powang建立好多 好多模式 這一章 他說 意義就是有這七個層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第一個 我是誰 我這一生發生這麼多事情 到最後我要重新看我自己 我看起來好像很了解我自己 但是出了個題目給我說 為什麼要成立 你就開始問我是誰 為什麼要成立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能做什麼快樂的事嗎 我的價值觀 我怎麼面對痛苦啊 面對死亡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我不怕死 每次我都覺得 哇今天可能是最後一天 發生很奇怪的事 就會發生很奇怪的事 讓我活著 所以就是這麼神奇 所以應該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每次也會跟 因為我從小媽媽就拜拜 所以我也供一個小菩薩 我就說今天逃過一劫 那菩薩你要我做什麼 你讓我活著一定有用意 那就交代我吧 那你要讓我活得好好的 不要再生病 不要再怎樣 你看逃家放家 就來了 所以你看人家建構的理論 絕對不是偶然 都是做過研究 知道會有這些擺命 好這一張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放在網路 這個是頗旺講的 你可以請一樣 第一個 我把這裡講完就好 一樣讓對方講他這一生發生過什麼 描述一下 然後你做了什麼值得的事嗎 你可以去問 那你有什麼收穫 這樣是一個正向心理學的角度 然後你是不是在過程中找到 雖然看起來在受苦還是怎樣 但是有沒有讓你覺得什麼事情很快樂 有小確幸 有滿足的感覺 然後從這個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肯定自己 所以要用正向心理學的角度 從他描述的所有的事情裡面 協助他去肯定自己 我想自殺的人都不太能自我肯定 甚至非常討厭自己 才砍得下去喔 所以要自我肯定 人生最好有目標 沒有目標也引導他去看 至少到今天為止 你這一生沒有白活 是有意義的 然後你終極的目標 其實他破旺窮的終極目標跟神有關 他也希望每個人都有一個 其實那個終極的目標 是老Kane也給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使命 然後你可以去調整 面對痛苦的時候 怎麼樣去找到要超越 其實痛苦是為什麼要發生 就是讓你來超越 讓我們來超越 所以Franco的哲學就是超越的哲學 就是說為什麼要受苦 受苦其實是一個自我的考驗 然後會讓你看到不一樣的自己 當你看到不一樣的自己的時候 你就超越 然後死後會發生什麼 那你就要為死亡做準備囉 所以山不轉路轉 我自己是很愛爬山 所以到現在 顧校長 顧校長常常往 那他說 你先是我的閨蜜 我想要爬山我就想到你 我們兩個常常跑去走路 然後腳勁越來越好 所以要照顧好自己 爬山會讓你到某一個高點 然後一路好辛苦好累 那當你爬到那個高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好了不起 然後做到了 休息一下再繼續往前走 所以爬山的感覺是蠻好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拍那個山景都很喜歡 就想說下次有機會要去 然後到那邊又很後悔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鍛鍊 我相信人生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許 Ellis好 謝謝許廷老師 許廷老師幫我們幫 labour 感謝樟 我們幫忙回去 我要 Superman